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韩国才是汉文化圈的幕后大boss 半岛这一举动简直是刷新了东亚人民内心的承受直下线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后回复半岛六千年 了解韩国宣称自己历史世界第一的详情 韩国利用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远东文化上的傻白天特性 想当然地以为汉字也能蒙混过关 当申请报到了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看到这个申请后 然后一看申移国是韩国 第一反应是觉得被耍了 半岛还真当主席团智商集体不在线呀 但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 于是所有成员国讨论 要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并且有反对依据的话 这个申请就直接作废 不得不说当时的七个主席团成员都等着中国的意见 然而我国小而不语 什么表示都没有 这意思很明显 这种优质问题还用我表态 我们还在用着汉字呢 那就说明汉字还没有消亡 怎么可能放在遗产名录中 但是中国不屑发声 不代表没有反对声音 此时日本和越南按不住气了 日本的大部分文化来源于中国 当然也包括了正在使用的日语 日本怎么也不能接受汉字源于韩国的言论 于是谴责韩国证据不足 无力支撑自己的论调 结果韩国人给出的解释 大概意思就是历史久远了 无数战乱导致历史断代 史料可能找不出来 但是亚洲的一切都是韩国人迁徙传播出去的 这让日本人更加愤怒 此时越南化身正义代表 不甘寂寞地站了出来 要论谁用汉字时间最长 日韩都没法和越南比 因为越南从西汉时期就开始使用汉字了 汉文化已经深入骨髓 越南直接接短 汉字诞生的时候 怕是半岛还在节省济世吧 一时间韩国尴尬不已 后来居然搬出了西游记中的桥段 对你没看错 是西游记 韩国内部搞了个运动 目的是证明里面的东盛神州 写的就是朝鲜半岛 强行给半岛多杀了N9的历史 于是这三个国家纠纠沉沉地死了整整两年 最终看不下去的联合国出手了 教科文组织宣布韩国这次深移无效 并且考虑到此举的恶劣影响 对韩国恶意侵犯他国文化遗产的行为 进行警告